對 因為那個角度的關係 所以在接獎的時候 我有先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然後就空白 嗯 就這樣 現在想好了入圍的感想 太快了吧 欸 有一點了 可是就是都是替其他人開心 像因為剛剛郭哥的那個 經濟同事 他也在現場 大衛哥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 他就有跑來跟我打招呼 然後我就問他說郭哥知道了 然後他就說郭哥知道了 然後他現在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 對 都是在替 一起相處跟工作過的朋友開心 這一次也是滿 放空的 就是也謝謝 當然謝謝評審 然後還有謝謝大家對於作品的喜歡 可是我自己就沒有太多其他 多的想法 嗯 男主角比較看好誰 蛤 男主角比較看好誰 郭哥跟生豪哥 對 因為我剛剛兩個 我們那時候在拍茶精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還滿辛苦的 然後 生豪哥的表演真的很細膩 而且我跟他好一陣子沒有合作了 然後又再次合作 可以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 而且看到他為角色付出的成長跟變化 他把角色捏得很棒 我很喜歡 那郭哥就不用說了 他的課語真的是 我跟他 私底下都一直在練習的時候 我真的很累 然後他同時那個時候又有 另外一邊又有節目 對 他就 我們在花蓮的時候 他就是台北花蓮兩邊 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還能做成這樣 我覺得 他們兩個有入圍 我都非常非常開心 蛤 跟安慰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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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啦 人生不要太貪心 剛好就好 我們討論了很久 然後 當投票出來的結果 我自己也傻眼 因為我是很支持他 就是我覺得他演得很棒 那可是 就是一人一票嘛 這是最後投票的結果 那就是 就是沒有 那因為那一項 我們也已經爭額一鳴了 所以就是 就是 對 他是很大的遺囑 最大的贏家 茶經的原因 茶經當然很優質 所以他才會是 最大的贏家 那我覺得還有一部分 是因為今年就是 增加了一些獎項 在技術類 因為我們想要鼓勵 幕後工作人員嘛 那他的 他的影像所呈現的 都是幕後工作人員 努力的結果 所呈現出來的 所以他的技術獎 幾乎也都入圍了 這樣一加起來就 他就爆標了 我覺得主要是這樣子 不要太多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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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